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钱子介绍现场的来宾 首先是评论员夏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于北辰将军 前者好 大家好 另外透过视讯 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议员 谢龙介 龙介兄好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是 这是一场 我们跟这个病毒的战争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奋战当中 当然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 我们台湾伟的屏东 来看看这个屏东的Delta病毒 到底是怎么样进来的 我们来看这个蔡总统 跟中央的咨询委员说法不一致 让人民茫茫然 是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蔡总统有说 他昨天大家还记得吗 他亲上火线 在总统府也发表了一些谈话 他有特别提到 他说在国际上Delta的变异株 这个传播力非常快 死亡率也比较高 已经造成新一波的大流行 蔡总统的认知也是我们新闻大白话的认知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国际新闻 我们收集到的资讯也大概是这样 像是以色列 像是英国 像是美国 现在这个Delta的这个变异株 已经快速的增加 尤其是青少年 现在都在鼓励年轻人赶快打疫苗 可是很奇怪的是李炳颖教授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的专家咨询小组 他特别讲说请大家平常心来看Delta的变种入侵 解封还是有望的 他讲的是6月28号那个时候大家在问说 现在Delta来啦 那我们解封是不是无望啦 可是李炳颖教授我不晓得他是天性乐观还是怎么样 他讲说其实还好啦 这个要用平常心来看 变异之后不见得变得更凶猛 有时候会变温和 那我不知道就是他给大家希望 或是让大家比较乐观一点 是不是也是一个医师开出来的良方 不知道啦 可是他的说法跟世界的主流说法 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到底有没有乐观的本钱 陈秀希老师 大家知道在这个学界 很多人都很敬忠他 他提出一些比较严厉 或是比较严厉的警告和看法 他说Delta的变异株的R0值是7.6 意思就是说一个阿嬷 像这个屏东的秘乳阿嬷 他一个人可以平均传染出7.6人 7.6人 是传染力很强的 所以陈老师他推估 屏东的群聚感染 不是这样而已 不是死几个人而已 可能这样推估是有75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有14例 为什么 有可能是隐形的传播链 有可能他是这个无症状感染 总之他认为在屏东的社区里 可能还有五六十个人要被揪出来 还没被揪出来的 所以我们到底要相信谁呢 我们到底要相信谁呢 尤其当这个秘乳的祖孙回到台湾 他的意调 他告诉卫生所的人员是说 他只是去丢热色 戴口罩 那像我跟将军这么远 两个人都有戴口罩 打个招呼 嗨 然后就回到这个房间里面了 他就被感染了 对面的阿嬷也被感染了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疫调到底准不准确 还是有人可能怕被责难而说谎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屏东的疫调 这是6月29号屏东确诊个案的关系图 现在已经累积了45名个案 有14例是Delta的病毒 那你看到他已经有好几个群聚 或者是有人找不到这个感染源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农 这个屏东不是有一个这个种水果的老农 只是因为脚受伤去开刀 他跟他的太太都是Delta的这个病毒了 那我们来看看 之前安安 这个潘梦安告诉我们 这个屏东方山的阿嬷 足不出户却散播Delta 那破口到底是什么 现在上报有一个说法 他说抓到了 抓到了这个破口 那个破口就是这个阿嬷 上救护车前几分钟 他可能有跟这个邻居来交谈 这个几分钟 大概交谈一分钟 那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这个说法都有 那现在搭载这个秘鲁的 从机场一直把他们送到 一路送到屏东的这个 这个建赫司机 PCR的裁剪 深夜出炉 果农的夫妻也确诊 可是果农夫妻又跟这对阿嬷 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 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背景 最重要就是屏东 真的只有这十几个人吗 如果真的像陈秀熙讲的 有75个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那该怎么办 其实陈秀熙他这个讲法 是按照他的阿嬷值去推断 那阿嬷值正常来讲 一个要传7.6个人 那屏东为什么传那么少 那当然陈秀熙讲的比较保守 他说也许是因为我们防疫 整个围堵得快 所以让他没有感染出去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 我也希望是这种可能 因为这种可能对台湾最好 可是问题是 真的是这样有这么简单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Delta病毒在国外是非常凶的 到处乱传 然后各国即使打了疫苗都挡不住 那台湾是天生神力怎么样 为什么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传得很少 然后也不会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李秉毅医师 讲得最奇怪 因为他说平常心看待 Delta病毒入侵 他说病毒有的时候会变温和 那李秉毅医师你知道 你讲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病毒 它本来是很凶猛的 它来到台湾变温和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这叫台湾变种病毒 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呢 也有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武汉的那个病毒株 本来没有这么凶猛 后来到了英国变得很凶猛 包括南非变得很凶猛 到印度变成最凶猛的Delta病毒 那现在还有Delta Plus 那如果病毒到台湾产生变异 它变成比较不凶猛 变得那么温和 因为李秉毅医师讲得很夸张 他说他到份只感染上呼吸道 然后不会进到肺里头 那重症的几率很低 这完全不是Delta病毒的特征 所以那你是在告诉我说 台湾出现变异病毒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李秉毅医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的话 你是CDC防疫组卫中心的专家 你要郑重跟全世界宣布这个讯息 你的病毒又产生了新的变异 而且是重大方的发现 那如果真的像李秉毅医师 讲的这个样子 我们就比较好解释 这次在坊山这个地方 为什么传染人这么少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解释 可是另外一个不能解释的就是 假设这个病毒变得比较温和 又比较不容易传染 那那个秘乳祖孙到底怎么传染人员的 为什么交谈个几分钟 而且都戴口罩 两个也没有接触 你看他哥哥跟他都拥抱了 也没怎么样 对 这个部分很多观众朋友 也是搞不清楚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秘乳阿嬷 我们现在都觉得是 他们把病毒从国外带回来 可是这个阿嬷的儿子说什么 他说哥哥从秘乳送他们去机场 哥哥在秘乳 他们可能是移民的 双方还有拥抱 可是在秘乳的哥哥都很正常 也没有确诊 那戴口罩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这么远 怎么可能传播的出去 另外我刚刚讲的方寮的果农 这个七十几岁的阿公 他是因为脚在果园里受伤 他要去方寮医院开刀前 来做PCR 那他在这个方寮医院的时候 跟那个白排车司机 有同一天去看医生 可是一个在急诊 一个在门诊 时间点也都不上 虽然同一天 可是不是在同一个时段 所以到底是谁感染谁的 还是说其实他的传播是好几个的 还是说这病毒本来就在我们台湾 就是你兜不上 完全兜不上 当然 其实疫调的精准与否 才可以让大家紧张与不紧张 那这个秘鲁的这个祖孙 从秘鲁6月6号回来 那秘鲁回来搭机要多久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过秘鲁 应该要超过十个小时以上 不止 二三十个小时 因为要转机 那就更久了 二三十个小时 那你回台湾之后 他是14号发烧的 那向前推四天是整个病毒传染的高峰期 也就是说从10号到14号 是这个Delta病毒传染的高峰期 那这段时间他有跟那个果农接触吗 他有到这个访疗医院跟那个果农插身而过吗 据显示是没有 所以说这个果农的病毒哪里来 一个大问号 所以这是今天CDC所公布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这个里面是有密码的 这面是有密码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55个确诊下面有一个227 这居隔阳性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看不懂 这个大家我跟大家解说一下 这个的了解与否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7月12号可不可以解封了 当下面这个居家隔离的227 等于55的时候 Bingo就要解封了 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吗 就是表示说所有确诊阳性的人 百分之百都被指挥中心匡列住了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所有匡列者的人 没有一个是在外面爬爬走 这个状态就是说55个人里面 有28个人 是在外面爬爬走的 他的感染期最高峰的四天前 这28个人在哪里不知道 他的疫调去过哪里不知道 他曾经跟谁接触过不知道 那这28个人是不是很严重 所以很多人问说 什么时候会解封 什么时候会解封 我告诉大家 蓝色的部分居隔阳性 跟上面的确诊者 画上等号的时候 各位解封就近了 所以说这个阿嬷还有屏東的果农 其实我有把这个图 把它下载下来 你看这个屏東的果农 这两个人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完全空的 有没有交代 没有交集 还在查 那你硬要把它拗给这个秘鲁的祖孙 我觉得拗不过去 你只是在这个访疗医院里面 可能有接触 没有人证实说他们有接触 可能连见面都没见过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访疗 我在那边演习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林边 然后下面是这个 加东 然后仿寮 仿山 后面叫封港 一路这样下来 车程封港一路这样下来 这个地方 你要到仿山那个地方 它的路就一条而已 国一 这个一号到省道 一路往下走 你要往仿寮那个地方 才稍微热闹一点 可是乡下地方有个特性 就是医院附近特别热闹 医院附近特别热闹 因为老人家或者家里有状况的人 全部要往仿寮医院跑 否则他要往哪里跑 再往南网恒村旅游医院 那个很小 你只有往北到仿寮医院 仿寮医院四周都是聚集 那你这些长辈到那个地方去看病 去看完病之后就回家了吗 你周边的疫调要不要坐一坐 所以你匡列的绝对不是 这张只这么小的人 这只是确诊的人而已 你的匡列人数可能是十倍 甚至二十倍甚至近百倍 所以我讲我们抓鱼 要网开一面 要让小鱼跑掉 否则你抓不到鱼吃 可是你抓病毒匡列确诊素 那个网要越细越好 你宁可匡大 所以我才讲 如果这个蓝色的居家检疫的部分 能够等于每天的确诊素 那我觉得大家你可以自行研判 什么时候可以解封 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二级 如果你CDC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匡列 确诊素跟居家隔离素 永远都是差距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 甚至有到七十的 你要怎么让人民安心 你要让 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走在路上 我旁边那个人是不是确诊 我走在路上 那个人有没有问题 说不定有问题 那我们连路都不敢走了 我们连任何的场合都不敢去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要给人民安心 你可以从每天的CDC 虽然是冷冰冰的资料 我教导大家 你可以看这两个资料 当它核对吻核的时候 我们的防疫就到位了 是 其实人民不安心的部分 真的非常多 包括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新闻 你今天看到Delta病毒的感染 这件事情 大家记得白排车司机 就是阿嬷感染给邻居 邻居又感染给一个白排车司机 都在屏东 这个白排车司机 有一次去餐厅吃饭 去一个小吃摊吃饭 里面有个共餐者 本来已经匡列了 检验也是阴性 可是现在今天传出来 今天下午的新闻 共餐者已经阴转阳了 所以你很难放心 真的 你很难放心 是不是筛检过的人 你还要再筛第二次 因为这病毒看起来很狡诈 另外还有 我们今天的确诊人数降低了 死亡人数也降低了 可是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有一例是新增的境外移入 他是印度籍 30多岁的男性 从印度入境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觉得说 现在我们还有从印度入境的人 来 这个我们的龙介兄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 假如确诊者 那戴了口罩 我跟你擦身而过 那我们有戴口罩 反而 短暖的这个 激励不高 那 因为大家都在看 有接触 接触多久 其实不是这样 那天 你如果有看那个新闻的片段 那个欧利桑出来讲的都是说 他出来倒垃圾 但他倒垃圾 并不是跟他 因为我们都有戴口罩 你现在倒垃圾 没有戴口罩 会被罰 所以他是把垃圾摆在门口 摆在门口以后 有别的人帮他拿去倒的 那个人是 你这个垃圾袋摆这边 你是确诊的人 我帮你拿这个垃圾袋 那我就重 我回来 只要我没有先洗手 我一摸 那就变成我会重 所以他那个铁门拉下来以后 他说隔壁那个清洗 里面是相通的 再来就是到医院 我如果是确诊者 我戴了口罩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吃东西 我有摸 我有喝水 我接触了以后 我再到医院 我戴著口罩 那我是摸到医院 我坐的旁边那个椅子 包括那个司机 我如果在过程当中 我摸到那个椅背 结果司机只要他 因為在车上 你总会摸摸拿东西 摸到他摸过的地方 我跟他讲 他又去摸了自己 所以这个 就因为接触而感染 并不是我跟你 相互之间戴口罩 那今天 也因为我们台湾 大家都请你戴口罩 所以这个病毒的攻击降低了 我们的 说实在的整个确诊数还 就是虽然爆发了这个三加十一 那诺福特到一直到万华三重 整个下来 我们都还算是 其实我们如果塞的更多 会降得更快 那就是说 这个传染的过程 那个Delta 它实际上 证明它活性更强 所以在同一个室内 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你因为做了 所以我们现在 你看我现在变成 很小心 有接触到什么 摸到什么 你自己要消毒 那进屋之前 我还是要噴一下这个衣服 我太太都跟我讲 你要脱衣服最好是在门口 在门口脱衣服 再脱 就是说 因为你有在外面活动 但我 其实所以我认为说 在防疫 我们现在全民这么努力 配合指挥中心 大家谨慎一点 料底从宽 这个才是重点 是